哈囉,大家好,我是瑞強 謝謝你今天也來看我的影片 是這樣的,我常常收到很多訊息問我說 在日本到底怎麼租房子 租房子的話,到底要看哪些網站 其實在日本租房怎麼找 說複雜也不是真的很複雜 但是說少它又不少 那因為每次要回復的時候 我都要想很久 然後也要打很久 那竟然這麼麻煩 所以就想說我來拍個影片跟大家詳細講一下 在日本到底要怎麼找房子 然後要去哪裡找房子 車站附近通常會有很多租房的不動產的店家 例如說迷你迷你或是阿帕曼熊等等 車站附近的不動產的好處是 通常他們在地久了也能夠了解 哪裡比較熱鬧,哪裡有商店街 那當你講出你的需求的時候 他們可以更確切的掌握你住在哪邊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對在地非常的了解 通常他們都會被車帶你去看你想要看的房子 就算說是走路 通常也不會走得離車站太遠啦 所以遠的話走路差不多也是15分鐘之內就可以到的地方 會比較多 而且有一些重建如果跟房東已經很熟了 他們甚至可以打電話跟房東幫你殺價 像是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阿 當初在租的時候 重建就有幫我打電話給房東幫我拗便宜一點 呵呵呵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外國人在日本找房子 其實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重建就有幫我說服房東 例如說喔我是在輕易念書 然後我現在有工作 就是努力去說服房東說我不是一個可疑人事 所以其實我能夠住到現在這個房子 還算是蠻感謝那個時候的重建的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決定要住哪裡的話呢 建議可以上 Sumo 或是Homes 或是Smitee 這種比較大型的不動產網站 那你就可以透過網路上的不動產網站 去找各區的價錢阿 還有物件的狀況 那如果看到你喜歡的房子 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聯絡看房 那為什麼我覺得網路很方便的是 網路上通常會顯示一些 A級路線 就是你有沒有想要找哪個車站阿 他就幫你把那車站附件找出來 或者是 有另外一個我覺得日本的網站很貼心的設計 是你的通學通勤時間 你可以設定你的學校在哪個車站 然後或者是你的公司在哪個車站 通勤時間最多為只想要一個小時 那就輸入一個小時 他就會幫你找出在一個小時內 可以到達的所有房子 那如果說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就像是我找房子我都一定是要有衛浴分離 因為我還蠻不喜歡馬桶跟浴室在一起 然後洗澡的水會噴到馬桶了 那種感覺 網站上面就有很多打勾勾的地方 讓你選擇你必要的條件是什麼 然後也可以設定你的房租要多少錢到多少錢 絕可以接受 我覺得如果你上網找的話 是這一點非常的方便 那在這裡推薦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你喜歡的物件 比如說我喜歡這個物件在暮黑車站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暮黑車站附近的不動產公司 就是跟他們說我想要看這間房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網路上會有很多是假的資料 就是日文叫做Sakura Sakura就是釣魚的意思 可能會有些不肖業者 故意在上面放一些很好 感覺很便宜的房子 可是其實這間房子可能就不是空房 那當你聯絡不動產公司你去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啊 拍謝啦 那個房子已經賣掉了啦 還是你要看其他房子 那你就會被他騙過去了 你就要 啊 任他宰割 例如新宿 池袋 澀谷 這種你乍聽之下好像很厲害 什麼都有 就是非常齊全的街道 他可以幫你找出全東京的房子 但是其實不動產公司他們有共有的資訊平台 所以全日本的房子他們都看得到 也沒有說他們比較會介紹 我自己在搬家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會去找新宿的不動產 但是其實就如我剛才所說的 他們其實就不會了解很多車站 哪裡方便啊 還是當地的生活是怎麼樣 而且通常他們都沒有專用的車可以載你去看房子 然後電車費都要自己付啊 那那個時候是因為我提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房子 然後中間可能就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他不想跟我去那麼多個地方 他就會盡量想要幫我推薦在同一個車站的幾間房 所以那個時候的消費經驗我自己是蠻不愉快的啊 那可能也有人有愉快的消費經驗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推薦的 所以最後我就自己找想要住的車站 然後去那個車站附近的不動產 請他們介紹給我才住到現在這個房子 我自己來日本的一年半我都是住在sharehouse的 那日本的網站上面有很多sharehouse的網站 我都把它貼在下面的說明文 大家可以點下面的說明文看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在日本租房子 都需要付一個租屋的初期費用 那這個費用通常是非常昂貴 像是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的初期費用 我記得好像就要日幣30幾萬還是40幾萬 反正就不是一個便宜的數字 甚至對留學生啊或是外國人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因為我們沒有後援沒有父母 那為什麼會需要這麼大一筆錢呢 這個是日本特有的習俗風俗習慣 然後有很多雜誌 我之前有拍過影片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大家可以點右上角看 那我在這裡就不做多加解釋了 sharehouse的優點呢 是幾乎這個初期的費用都很便宜 甚至有很多是免除的 不用付任何的錢 家具跟家電也是幾乎都有 非常適合可能不是要長期留在日本的留學生 而且我覺得sharehouse對我來說有個最大的優點是 你可以實際上認識很多日本的在地人 或者是同樣在留學留學生 那大家在國外就互相照應 俗話說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所以如果我現在沒有跟文當交往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擇住愛sharehouse 而且很多sharehouse都超漂亮 所以我自己最推的就是sharehouse 但是呢有優點就一定會有缺點 那sharehouse的缺點就是有許多公共空間啊 或者是一些公用的設備 你都必須要和他人一起共用 那有些人可能會比較怕吵 吵兒就會睡不著 或者是吵兒就很容易心情不好 那這樣子的人可能就比較不太適合住sharehouse 還是自己一個人住的話會比較推薦 好 那以上這個影片呢 就是跟大家說在日本啊 要怎麼租房子 要去哪裡找 那之後呢我打算再拍一些要租房子 要注意的事項 比如說女生應該要注意什麼 還是在日本租房子有沒有一些需要避諱的事情 再請大家多多期待啦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看我拍什麼主題的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來見 掰掰 阿 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Instagram啦 在這裡 等等 我的日常生活都更新在這裡 那我們下次來見囉 掰掰 ルーちゃん ルーちゃん ルーちゃんねる登録よろしく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 オススメの動画 こちらでーす なみてね